麦琴淮 割韭菜 明星开店有多黑 王鹤蒂一条土丝破500 赵露丝一颗泡芙骂160 白敬廷两片饼干94元 陆寒1500元的衣服被纸成本只有60元 明星收割粉丝的刀才是最狠 王鹤蒂因主演仙侠剧《苍蓝爵》 甜宠剧以爱为盈 爆红 月身为陆剧男神 他与清清日常的甜西威主演的古装新剧 《大凤打惊人》预约人数也已经突破300万 魏波鲜活 但王鹤蒂人红是非多 他所创立的潮牌 Desirable日前与其他品牌联名 在中国设立面包快闪电 一条土丝最便宜88元人民币 最贵118元人民币 价钱曝光后 许多网友批评价钱太贵不亲民 根本是公然割韭菜 登上热搜 王鹤蒂早年评级饰演陆版流行花园 道明四一角展露头角 2022年他搭档于舒心 主演的仙侠剧《苍蓝爵》播出后大爆 同年王鹤蒂在播出搭档陈玉琦主演的古装剧《浮屠猿猿》 两部作品让王鹤蒂人气急升 越为陆剧男神外 王鹤蒂也在年末创立了个人潮流服饰品牌 The Desirable 事业全面开花 王鹤蒂去年播出搭档白鹿主演的甜宠剧《以爱为营》 该剧虽然口碑朴朴 讨讨度 热度却双双爆棚 加上王鹤蒂常铸不少综艺节目 再让他声势狂飙 如今他手握搭档田锡威主演的古装新剧《大风打惊人》 以及与潘月明 任敏主演的悬疑新剧《黑夜告白》两部带播剧 皆备受瞩目 但王鹤蒂人红是非多 他的潮牌 Desirable日前与Pop Mart等品牌联名 在中国上海开为七一个月面包快闪电 其中一条吐司最便宜88元人民币 最贵118元人民币 店里面一块知识面包定价188元人民币 价钱曝光后被网友轰太贵不其名 根本是在公然挣粉丝前 登上热搜 王鹤蒂这边一直装死 显然没有出面回应的意思 粉丝一直冲在第一线给他洗白 王鹤蒂粉丝不服反驳 只快闪电位于德安福路属于黄金店面 光是开业加装修约三个月 电租就破百万人民币 约新台币448万 装修费也是50万人民币 约新台币224万 起跳 连明初的潮王公仔开模价格也不肥 在家人士 成本至少破200万人民币 约新台币894万 况且同一条街上 别家店的生吐司一条就卖98人民币 约新台币439元 王鹤蒂快闪电面包每日限量100多足 且买吐司就送手提礼带 里头包括潮牌挂件 茶包 香薰片等礼品 对消费者而言 实际算起来其实是物超所值 而店家只从7月13日开到8月31日 赚得更是完全没有外界想得多 事实上 王鹤蒂就差把割韭菜三个字 刻在脑门上了 王鹤蒂先后开过潮牌店 咖啡店 这又转战面包店 这是不把粉丝的钱包包干净 不罢休啊 另外 王鹤蒂疑似也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避税 很多时候明星这种店可以用来走账 报账 避税 或者进组的时候 利用自己的话语权 指定剧组的衣服或者餐饮固定去某个点买 一般情况下剧组在哪买都是买 给明星一个面子 这笔钱也就让他赚了 事实上 不止王鹤蒂 前阵子赵露斯所经营的甜品店 Rusit Time 一颗泡芙要价36人民币 约台币160元 也被酸式式天价泡芙 以及白敬廷所创的潮牌 Goodbye开的咖啡厅 两小片包装要价19到21人民币 约新台币85到94元 一小包饼钱卖29人民币 约新台币130元 也被轰贵得离谱 随后 网上流传了一张白敬廷咖啡店的价目表 再次引发了热议 根据曝光的价目表来看 这家咖啡店的咖啡起步价是28元 而甜品的起步价是18元 按这个定价来算 人均消费在三四十元左右 乍一看 确实不算便宜 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习惯了 瑞幸咖啡和库迪咖啡的价格战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有些高 瑞幸和库迪为了抢占市场 可是打得火热 各种9块9 8块8的优惠层出不求 这样的价格战让不少消费者习惯了低价咖啡 当看到白敬廷咖啡店的价目表时 一些网友的第一反应就是价格太高了 也有网友认为这样的定价是合理的 咖啡店开在寸土寸金的上海 本身消费水平就高 再加上店里的装修很有特色 适合打卡拍照 有明星老板坐镇 这些附加值也让人觉得物有所值 白敬廷作为一名演员 他的咖啡店不仅仅是卖咖啡 更是卖一种情怀和体验 粉丝们为了见到偶像 花点钱也是值得的 明星效应带来的情绪价值 也是普通咖啡店无法比拟的 只要能在这么好的环境中享受咖啡 还有可能偶遇白敬廷 这样的价格其实也不算过分 白敬廷 大家对他的印象 可能还停留在荧幕上的那个帅气 阳光的大男孩 他从匆匆那年开始展露头角 之后凭借谁的青春不迷茫 下之未至等作品 积累了大量人气 逐渐成为一线演员 虽然他是以演员身份出道 但他的个人魅力和努力 让他在娱乐圈里站稳了脚跟 白敬廷并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 他低调谦逊 做事认真 从不轻易涉足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当听说他要开咖啡店时 不少人都感到意外 演戏和开店是两码事 可当大家看到咖啡店的装修和设计后 不由得对他的选择多了一份理解和支持 这家咖啡店的每一个细节 都透露着白敬廷的用心 他不仅亲自参与了咖啡店的设计 还邀请了专业的团队来打造一个温馨 舒适的环境 让每一个来店的顾客 都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白敬廷对咖啡的热爱也是众所周知的 他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喝咖啡的心得 甚至还学习了不少咖啡制作的技巧 有人说 白敬廷的咖啡店更像是他梦想的一部分 是他对生活的另一种热爱和追求 有人说 作为白敬廷的铁粉 肯定要去打卡的 价格虽然有点高 但想到能在偶像的咖啡店里喝咖啡 还有可能遇到他本人 简直值了 也有人说 我觉得这个价钱挺合理的 上海的消费水平本来就高 况且这是明星开的店 环境又好 服务也不错 偶尔去享受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 明星走红后 搞起创建潮牌 线下开店 直播带货等 副业的不再少数 一位买过陆寒个人潮牌的网友 吐槽衣服质量 表示1500块钱的衣服 到处都是线头 车工差劲 到处都有断线 估算一件的成本只能给到60块 有网友直言 衣服质感就像批发市场挂在门口 50块一件都没人要的地摊货 粉丝则距离力争 衣服质量一直都挺不错的 个别有问题可以去找客服处理 七天无理由退货 路人和粉丝各执一词 各输几件 直接吵到了热搜第一 陆寒潮牌的官方账号 曾针对此事发布回应声明 本品牌自创令以来 一直秉承着眼把质量观的态度 任何从官方渠道购买的消费者 均可七天无理由退换 同时 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售后需求 可以在第一时间与我们联系 我们都会在合理范围内急于解决 陆寒也在instagram上发文 疑似回应此事 称 还是键盘侠好当 当然不是说所有明星店都不好 但通常情况下 这种店是有固定的受众的 就是粉丝 所以我们普通人遇见这种店 进而远之就好 普通店体验不好 还能去点评网站上骂两句 这种店骂两句 估计得被粉丝嘴回去 花了钱还得受气 图什么呢 不过前人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 在娱乐圈 很多明星都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开店 但能善事善终的没几个 韩寒创作的餐饮品牌 很高兴遇见你 一开始自营 之后因为发展过快 资金跟不上 将部分店转手 之后更是大力发展加盟店 这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品牌方对加盟店管理不过来 所以很容易出现问题 例如宁波分店无证经营被罚 武汉店卫生检验不过关 深圳店被爆油锅里面的油重复使用 尽管这都应该是加盟店店长的责任 但最后郭寒寒都得淡一部分 最后更是导致这个品牌名声都毁了 最巅峰时分店有60家 如今全国也只剩下7 8家 只能说明星创业靠自己做起来的并没有多少 更多的就是刷脸 等脸刷得差不多了 人气也就不行了